哈囉大家好 我是Matt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今天新的一集的一戰歷史不能不知介紹 來講一下法軍特殊的制服 我們可以從很多上色的老照片發現一戰時期法軍很離奇的制服顏色 在1914年大戰初期法軍的制服基本上沿用一把70年法二戰爭的光榮 一般士兵穿戴CAPI帽 藍色的上衣和大衣以及紅色的長褲 連在法屬殖民地北非的制服也脫離不了紅白藍三種元素 甚至在奧匈帝國的寄兵旅也是鮮明的紅色與藍色相間的制服 直到1916年才全面汰換 大家一定很好奇法軍這樣的時尚不會在戰場上成為眼中釘嗎? 其實大戰開打前就有政治人物提出這類的質疑 但是理性的聲音被一些愛國主義高漲的民眾和高階將領給駁回 沒錯 法軍雖然是身經百戰但是完全無法面對20世紀的現代戰爭 顯眼的制服和愚蠢的步兵陣面對德軍無情的機槍掃射 加上法軍個人裝備大多是皮製品和其他歐洲國家士兵相比 笨重許多 在大戰初期法軍就曾經創下了一戰當日最多士兵陣亡的紀錄 27000名士兵陣亡 還不包含失蹤以及被俘的人數 慘烈的代價讓法軍在1914年6月開始考慮要不要在戰場中這麼耀眼 在隔一年年初部隊就全面改換成天際藍的制服顏色 由於戰事開始演變成壕溝戰僵局 營軍的軍用綁腿也開始被法軍模仿 而藍色制服的用意是在翻越壕溝衝鋒時可以和天空的顏色融為一體 在1915年3月士兵也被規定要穿戴鐵製的頭盔在原本的帽子下方 但是到了後期也被Agent 雅德里恩 M1915鋼盔取代 法軍也是第一個配給鋼盔的國家 在這裡他們倒是創下了一個先例 到了1915年年底超過300萬顆鋼盔被製造 而Agent系列鋼盔的可靠性也持續使用至大戰結束 有趣的是這鋼盔的設計是從法國的消防隊的頭盔造型來發想的 而天際藍的制服顏色也撐過實戰的考驗 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法軍全面改為卡其色軍服時 由於還有大量的藍色制服庫存 所以你依然可以看到士兵的非戰鬥服裝是藍色和卡其色相間的混搭穿法 今天對於法軍的制服顏色演變就大概先介紹到這邊 在一戰前的戰術由於指揮官調動兵力和火炮不想誤己有軍 所以越能分辨敵我 越能在戰場中脫穎而出的顏色越實用 但是隨著坦克 機槍 飛機轟炸等等戰爭形式出現 越能和地形融為一體才是生存之道 很有趣的是在現在各國都有默契揭示迷彩服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有很不一樣的詮釋 本頻道電玩基業還會持續推出有關遊戲實況和歷史介紹的影片 所以歡迎按下訂閱和喜歡 留言討論下一集會想看到什麼樣的內容 所以後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